她是大清王朝告封的一品夫人 也是北洋政府关押的监狱女囚 一段大宅门里的女侠传奇 请收看探索发现即将播出的纪录片 辛亥奇女马青侠下集 北京新文化街 原名石驸马大街 在这条街道上隐藏着一座古朴的院子 这便是有着百年历史的鲁信中学 这里是1908年建立的京师女子师范学堂的旧址 后京合并成为了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 如今校园芳草七七 鲁迅先生的学生 三一八惨案烈士刘和珍 杨德群的纪念碑 静静注立在校园一角 然而 在这座校园背后 还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女人的名字 她君子修建了这里的校舍 她的一生 更与影响中国命运的几个名字 有着紧密的联系 慈禧 袁世凯 孙中山 鲁迅 李大钊 她本出身名门望族 却能勇敢地冲出欢离 追随革命的脚步 成就一段传奇人生 她就是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奇女子 马青霞 马青霞 马青霞出生于河南安阳西江村 一个地位显赫的清末官宦之家 自幼聪 自幼聪慧 排行最小的她成为父母的掌上明珠 从小饱读诗书 素有男儿之志 成年后 嫁入河南卫士县 富甲义方的刘氏家族 没想到仅仅结婚七年 丈夫就撒手人事 年仅二十五岁的马青霞 成为文明霞尔的千万富双 成为刘氏家族 获取财产的寄予对象 在中国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 那个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时代 财富给了马青霞 投身时代洪流的机会 他慷慨捐助 从群苦百姓到兴败学堂 不一而足 当捐钱也无法尽情施展 马青霞军中之志时 他决定行动 一九零六年 马青霞公渡日本 此时的日本 正是推动中国变革的 各种力量聚集之所在 当年的河南官报 还对马青霞前往日本一世 做了特别报道 马青霞在国内热心助学之事 早已在日本 遇及留学生中广为传扬 马青霞出到日本 就做了一件不平常的事情 他出资两万云元 资助同盟会河南支部 创办两份传播革命思想的刊物 河南 河南和中国新女界 中国新女界 以倡导妇女解放 激发女性觉醒为任务 批判和反对女子缠组 早婚 反对三纲五常的封建主义 提倡女子要赋予爱国思想 要承担国民义务 要把国家支持起来 如今在河南大学的图书馆里 还保存着两份杂志的影印本 马青霞不仅任中国新女界的总发行 还亲笔写下了发刊词 吴中国茫茫四百余洲 杂志之作一云火影 然出于五女界所自立经营者 曾不获一睹 非五女界知耻乎 与孙中山救王头孙实践方式不同的是 有一位青年此时也在日本留学 他没有加入同盟会 却有着另一番救国的热血 他细衣从文 用笔杆子直书兄弟 也借古玉京 试图用笔下故事 唤醒铁屋子里沉睡的国人 他就是鲁迅 河南第一期创刊号发表了 鲁迅的人间之历史 大有洛阳指贵之事 第一期脱销 后又加印了上千份 才满足了读者的需求 鲁迅的几篇著名的文章 全是经马青霞之手决定发表的 后来鲁迅曾为马青霞金笔题字 才冒双全 在马青霞忙得不可开交办杂志之时 另一个机遇正悄悄到来 1906年11月的一天夜晚 马青霞在张中端的带领下 去拜会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 他已经知道 这位名娘四海褒贬不一的孙中山 就是十一年前 在他父亲马匹瑶去世四日 发动广州起义的孙文 此时的孙中山 已不仅是朝廷通缉的要犯 更是海外革命者的领袖 1905年 他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以驱除达� 恢复中华 建立民国 平均地权为纲领 引导大批革命志士 投身反帝 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而引领马青霞来日本的张中端 就是同盟会河南分会骨干 孙中山向马青霞 隶属了清王朝封建专制的种种腐朽罪恶 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详细阐述了中国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和革命思想 马青霞的内心受到了深深的触动 天赋人权 自由平等 向两粒种子开始在她的心中生根发芽 于清霞来一爱国女子 志愿加入中国同盟会 不惜生命 鲜血 未推翻满青 建立共和而奋斗 于宣誓 驱除达鲁 恢复中华 创立民国 平均地权 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勤地生之力 一位深归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女子 却完成了从一位乐善好施的封建王朝一品夫人 到一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蜕变 他的满腔热情 后来都投入到了革命活动中 马青霞先后为同盟会捐献巨额经费 为孙中山在国内领导的民主革命提供了很大帮助 马匹瑶的愿望实现了 他一时寄予厚望的小女儿 确实已经成长为一个出类拔萃 超凡脱俗 不让须眉的金国英雄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女儿虽然秉承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怀 选择的却是跟自己截然相反的救国之路 1907年7月 各省同盟会支部开始派革命党人回国 建立同盟会秘密宣传机关 马青霞成为河南支部的首要民选 就在他捐出所有剩余钱财 准备回国之前一个消息传来 剑湖女侠邱景 在浙江绍兴组织起义时被捕 并于1907年7月15日 被清政府杀害 秋景 浙江山音人 因蔑视封建礼法 提倡男女平等 常以花木兰秦良玉自律 自称剑湖女侠 在日本留学期间积极投身革命 并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由于他性情豪爽文武双全 因此被很多女革命青年视为心中的偶像 马青霞也不例外 遗憾的是 在他东渡日本之时 秋景已经回国投身于武装起义的筹备 一南一北 两位新女性终无缘相会 秋景因起义失败被捕就义的消息传到日本 万分悲痛的马青霞夜不能寐 奋笔疾疏 乌乎哀哉哉 一代女劫壮之未愁身先死 革命之损国家之损 欲与女劫虽未曾相识 然神交已久心向往之 不料天不侠人 竟身遭不测 始于不得见而哀痛 生当作人劫死亦为鬼雄 女劫为国而死 壮哉壮哉 自立行间满腔激愤与痛惜之中 也传达出马青霞投身追求民主自由 男女平等的伟大事业的决心 但就是这样一个满怀革命理想的女性 在回国后不久 却又一次受到了清政府的嘉奖 九北老坛赋予香 提示您精彩继续 下节看点 朝廷的影子皇帝 起义的幕后推手 有人企图复辟帝制 有人希望改变历史 马青霞路在何方 1907年 同盟会革命党人纷纷回到中国各地发起革命 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交涉 要求逮捕并引住孙中山 孙中山迫不得已 只得离开日本 而此时的马青霞 则在自家大院里 接到了大清的一道圣旨 这可能是马青霞一生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刻 也是对清政府最具讽刺意义的一刻 大清王朝再次嘉奖马青霞的原因 是他在回国后捐献巨资 创办了河南省第一所女校 华英女子学校 并且还捐献出大量的钱财 支持河南其他地区和京津地区的办学事业 其中就包括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 北京女子师范小校 一时间一品夫人马青霞热心工艺 热心教育的名声不禁而走 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 但是没有人知道 正是这个以热心工艺和教育事业 频频出现在人们眼前的一品夫人 同时也在不遗余力地帮助中国同盟会 从事着推翻弓箭王朝的革命活动 就在马青霞货搬乐善好施的牌匾之后不久 另一位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 也出现在他家中 他就是袁世凯 1908年慈禧与光绪相继在北京去世 失去了靠山的袁世凯称籍 返回河南故乡 此时的袁世凯虽富贤在家 但他却一直在伺机重掌大权 深谙政治和权术的袁世凯 选择这个时机来拜访 显然并非为了与马青霞叙旧 毕竟巨额的财富对于希望东山再起的枭雄来说 是极具吸引力的 只是袁世凯大概不会想到 这个萌兽浩荡黄恩的女人 现在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男 他花费两万六千两白银开办的大和书社 就是中国同盟会河南支部的秘密据点 而他资助孙中山用于武装起义的经费 更是多达五万多两白银 仅仅两年之后 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因为革命这两个字 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1911年10月10日 湖北武昌打响了推翻清王朝 改变中国历史的第一枪 武昌起义爆发 湖北成立军政府 改国号为中华民国 风雨飘摇的清政府 一下子处在了四面楚歌的危境之中 参与了武昌起义的张忠端 也秘密返回河南 联络同仁义士 准备再开封起义 马青霞不仅为起义 提供了大部分资金 并利用一品夫人的身份 运送武器弹药 然而就在他们紧锣密鼓 准备起义的时候 革命形势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武昌起义的爆发 点燃了全国的革命之火 各地纷纷举起一旗 为了挽回颓势 清政府启用掌握 北洋新军实权的袁世凯 为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在攻占了武汉三镇后 以迫使清帝退位为条件 开始了与革命党人的谈判 为了增加谈判的筹码 他下令在河南革命一人杀一人 以确保家乡不后院起火 马青霞 袁世凯 当年共同捐资兴学的故交 最终走向了对立 1911年的中国正在风雨中飘摇 人人难以自保的局势下 同盟会的人人志士却前仆后继的 附身革命 开封起义会如古昌起义一般 势如破竹吗 马青霞又是否会实现他的革命理想呢 1911年12月19日夜 张忠端作为河南起义军总司令 在开封法政学堂召开了秘密会议 商定起义方案 出席会议的代表 除了中国同盟会会员和民间议事外 还有清军开封巡防营的三名军官 他们曾经多次参与谋划行动 并表示带领巡防营享用起义 会议决定 12月23日凌晨 以发炮和点火为信号 城外的民军见到信号后 兵分四路攻入城中 一切安排妥当 但是张忠端没有想到 他匆忙之间组织起来的起义军 由于成分复杂 从成立那一天起 就注定埋下了隐患 12月22日晚上 马清霞独自待在家中 静静地等待着起义炮响 他虽然再三请愿 希望能够像修警一样 直接参与起义 但均被张忠端以安全为由拒绝 窗外的炮声让马清霞 一下子感觉到了事情的严峻 因为炮声似乎并不是按照预定时间响起的 果然最让马清霞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自行霞 马青霞意识到他们组织的开封起义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被扼杀了 马青霞看到领头的官兵就已经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此人正是三天前参加秘密会议的巡防营军官之一 虽然圣旨下走了前来搜查的官兵 但马青霞为营救张宗官所做的努力却没有成功 故交旧情在江山设计面前却轻如徽戒 袁世凯给马青霞二哥马吉章的回殿只有冷冷的十几个字 处置匪首事已做批复无不敢轻易更改 1911年12月25日张忠端等十一名革命志士被轻挺杀害 也正是这一天孙中山结束自己在海外的流亡生涯回到中国 六天后1912年1月1日 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中华民国宣告正式成立 52天后 宣统皇帝下诏退位 清朝灭亡 统治了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政权 终被推翻 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地制 从此结束 这里是位于上海市淮海中路的一所小学 1912年12月的一天 马青霞在这里再一次见到了孙中山 清帝溥仪退位后的第二天 孙中山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 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而孙中山则接受全国铁路督办的任命 此时离张中端就义还不足百天 大清王朝已成旧梦 那个民主和自由的世界似乎就要降临 而在总统宝座上端坐的 却是杀害自己占有的敌人 除了男人们减缺的垫子 生活似乎依然如故 马青霞此时的困惑与迷茫是可以想象的 对袁世凯不再抱有幻想的他 再次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了孙中山身上 此时自愿担任全国铁路督办的孙中山 正筹划全国的铁路建设 而马青霞来建他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够将自己的所有财产 都捐献给全国铁路督署 帮助他完成铁路建设的大业 得知马青霞的这个想法后 孙中山激动不如 他当即为其提醒了 天下围攻和金国英雄 并制成匾额悬挂于马氏庄园 孙中山和马青霞一个希望在十二年内修建二十万里的铁路 另一个则希望能将自己所有的财产捐献给国家 以造福子孙后代 然而他们两人的愿望很快就都被现实积了个粉碎 约定捐献财产的事宜后 马青霞便回到家乡开始清查家产 但是全国铁路督署发给河南都军府 关于马青霞捐献家产的公文却被扣留了下来 原始来手下的河南都军一边拖延时间 一边想尽办法劝说马青霞将家产债捐河南政府 那些图谋马青霞财产的刘氏族人 听出死事后更是如热锅上的蚂蚁 为了阻止马青霞将所有的财产捐献出去 他们开始处心积虑 想要置马青霞于死地 趁袁世凯北洋政府与革命党纷争不断之计 他们把马青霞以私通南方革命党的罪名 告到了河南都军府 本来就对马青霞的家产垂涎已久的河南都军 马上趁机将马青霞关进了监狱 后经二哥马吉章的疏通 马青霞才得以脱离领域 飘零半世的孤独与疾苦 追求革命的艰辛与渺茫 让心力焦脆的马青霞愤懑不已 出狱之后他写下了 告四万万男女同胞书 并在自由报上全文贪争 向这多船的命运腐朽黑暗的社会 发出了最为愤怒的控诉 四万万男女同胞公见 今日之中国非所谓法治国乎 制法人者人人受制于法律之中 所以总统之尊不敢违法以欺人 虽以匹夫匹夫之威 亦网不得法律之保障 故于满清政府时代 强凌弱 暴凌广 不可同日而予也 熟料击重南板 漫漫长夜 黑暗如恒 孤苦凝丁 贫遭流利 举所谓财产自由 营业自由 居住自由 无不剥夺殆尽 兴侠劳苦一生 得此恶果 愁长百节 辽作不平之名 略续生平 非敢自扬其德 卧毫如梦 气不成声 虚知是非 究竟安在 深望我四万万同胞 共讨论之 与马兴侠的遭遇相仿 上世纪初 中国的民主共和之路 也充满了 其余折合抗争 1913年 二次革命失败 孙中山被通缉 再次流亡日本 1915年 袁世凯复辟帝制 护国运动爆发 1916年 袁世凯去世 1917年 段祺瑞 解散中华民国国会 护法运动爆发 为了与封建礼教斗争 为了实现民主自由 马兴侠一如既往的 为孙中山和南方革命党 秘密提供革命所需的经费 他还曾经两次试同南下广州 希望能够彻底追随孙中山 只可惜 由于军阀阻挠 军未能成行 1918年 南下受阻的马兴侠在北京通过鲁迅认识了两个特殊的人 这两个人就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此时李大钊陈独秀准备创办的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报纸 每周评论正缺少经费 马兴侠文之 立即捐了八千块银元 二人商议 聘请马兴侠为每周评论常务主编 马兴侠晚言谢绝 1919年 五四运动爆发 马兴侠组织自己任教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 北京女子政法学校三百多名师生到天安门前示威游行 后来陈独秀被捕后 马兴侠也积极参与了陈独秀的营救行动 随着对共产主义的深入了解 马兴侠对革命已经有了崭新的理解 他开始向往李大钊所形容的士奇的世界 马兴侠的世界已经经历了足够的大起大落 也见识了许多大风大浪 他一见雨而生 却一直站在中国近代史的风头浪尖 跟改变历史的这些风源人物有着直接的联系 不能不说是一个传奇 但追随孙中山五望 中国局势前所未有的复杂 马兴侠下一步又该走向何方 1921年4月的一天 马兴侠18岁的儿子刘鼎然 在族人的挑唆下宣布与马兴侠脱离母子关系 离开了生活了18年的刘氏家族 刘鼎然的这种举动 让刘氏族人疑惑了18年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原来刘鼎原确实并非马兴侠亲生 而是由刘耀德的姐姐所生 18年前 在强大的封建族权的压力下 马兴侠为了保住自己赢下的财产 偷偷抱养了刘鼎原 以断绝刘氏族人过继此次的念头 刘氏族人虽然对刘鼎原的身世 一直有所怀疑 却苦于找不到任何证据 18年来 对马兴侠财产的觊觎却从未停止过 当马兴侠在外奔波的时候 他们便将所有压力都施加在了年幼的刘鼎原身上 渐渐的 刘鼎原知道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面对族人持续不断的吸压 他感到难以忍受 最终选择了与马兴侠脱离如此关系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刘鼎原的过继是马兴侠跟封建族权斗争的开始 同时成为了他在这个封建大家族面前 永不妥协的标志 然而今天 这个标志轰然倒塌 随着刘鼎原的离去 马兴侠内心对整个刘氏家族的防线 也似乎开始渐渐崩溃 此刻 马兴侠感到自己彻底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 重创之下的马兴侠病倒了 他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期间 各界人士纷纷前来探望 其中就包括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 而就在一个月前 中国共产党刚刚在上海正式成立 1922年5月 冯玉祥调任河南都军 他初一上任 马上约见马清霞 希望他能担任教育厅长 主持河南教育大业 当谈及刘氏族人与清霞的官司时 冯玉祥劝道 刘氏豪身乃贪得无厌之辈 与其争送不已 不如收归国有 用于河南教育和实业 勇决俗人夺产之恶命 清霞点头道 无乃亦残病之躯 将军所言正合我意 将钱财用于有用之事业 正是我一生的追求 将军的信誉人品 我十分信任 我愿捐出全部家产 而无怨无害 至于教育厅长一职 我何得何能 实无力承担 曾经的繁华荣耀 曾经的自由梦想 曾经的呐喊抗争 曾经的风云忌讳 一切都归于宁静 辗转一生的马青霞 截然一生回到了 阔别已久的马氏庄园 庄园里高傲的屋脊 依旧庄严肃木 彰显着这个家族 曾经的显赫和辉煌 而那些迎言中生长出来的 对家国梦想 对原始而古老的注解 此刻是如此亲切 又如此动人 还有那些一草一木 散发着熟悉又陌生的味道 那味道似乎来自于 幽远的童年 来自于父亲的忠忠教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站在这生命的尽头 往回望去 却看见的是生命的最初起点 那是灿烂的 单纯的 自由的 马青霞去世后 孙中山发来宴殿 青霞女劫世事 革命之损 国民之损 其精神如日月经天 江河行地 永留人间 两年后 塔多年追随静养的孙中山先生 也因肝癌病逝于北京 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的号召 马青霞虽然去世 但历史的大趋势已不能停止 这些与马青霞一同 为中国的民主共和奋斗过的人们 所做出的努力 正推动着一个新的 更好的世界的到来 北师大校园 郁郁葱葱 学生们往来于图书馆和教室之间 他们心中的家国理想 已与马青霞的时代 今非昔比 这些深深学子 虽可能不知百年之前 马青霞其人其事 但一代求知求真精神 还是通过这一座校园 将他们连接起来 这冥冥之中传承着的 是更古不变的 一颗爱国权权之心